在政治怒瞪球迷后 主帅杨科维奇也向球迷开炮了 有一赛第二场面对排名第94的叙利亚 国足还真输了 所谓的前八十真是指胡的 赛后的质疑声来的也是相当猛烈 尤其是对杨科维奇重用严俊林的问题 还在赛后采访中被提及 比赛第59分钟 国足门前解位并不成功 叙利亚球员克鲁玛的球 在国足后防无人上前逼抢的情况下 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脚 严俊林扑就不及 此时有句热评 每个进球严俊林都毫无办法 不只是这一个 媒体人潘伟利也发文写道 杨科维奇使用严俊林 把状态低迷的球员推上绝境 于是乎 关于为何不使用王大雷的提问 给到了杨科维奇 他回答道 上次在大连你们问我 为什么换上王大雷 现在又问我为什么不换上他 今天在门将丢了个世界波的情况下 想让我换门将 那只能说每场都要换门将 只能说恭喜叙利亚打进世界波 那种球严俊林和王大雷 两个人在那里都扑不到 对于这样的回复 球迷显然不会满账 坦言最看不惯输球 还无所谓的样子 说实话 相比较面对马来西亚 这一场面对叙利亚 确实表现好多了 可惜这批球员基本功太差了 而且态度还是有问题 在没有中场给吴磊传出好球的情况下 他的球星光环完全没有了色泽 刘洋的李磊多次享受操作 却连连失误的样子 真的让人大失所望 队员们多次门前机会把握不住 基本功之差再次令人责舍 这些问题对于职业运动员而言 就是范志毅那句名言的最好诠释 不其实看着隔壁日本男族4.2战胜土耳其 如今的国族连对方的伪征都看不到 真的就只想挣白马的钱吗